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HKCEE2007年的Paper 2第25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現在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lane figures have rotational symmetry 不如我用黃色highlight 中文叫做旋轉對稱性質 自己記一記 何謂旋轉對稱性質呢? 不如我在這裡講一講 我先拿第二幅圖來做例 我先打一個交叉 讓大家等一下好看 我Copy了這幅圖再慢慢講 Copy了 我放在這裡 什麼叫做黃色的部分呢? 旋轉對稱性質 Rotational Symmetry 其實它的意思是 無論你順時針也好 正逆時針也好 順逆也無所謂 OK 你轉一圈的時候 在這個圈裡面 轉一周之後 它究竟重疊多少次呢? 如果你重疊兩次 就叫做二重旋轉 可以嗎? 重疊三次就叫做三重旋轉 重疊四次就四重旋轉 如此類推 我看一看 不如我今次的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好嗎? 留意紅色的一點 我首先 順時針轉轉90度 先轉90度 轉90度之後 你會發現 重疊了第一次 和旁邊的幅圖 左邊的幅圖 再轉90度 你會發現重疊第二次 再轉90度 你會重疊第三次 直到你 再轉90度 總共是360度 你會重疊第四次 還原整幅圖 所以這是一個 多少重旋轉呢? 其實是四重旋轉 所以 它應該有 旋轉對稱的性質 就是四重旋轉 OK 所以 如無意外 應該 我會覺得 第二 這個都正確定了 OK 至於 第三 我都會覺得是對的 為甚麼呢? 又做一次實驗給你看 我不如打個交叉系列 OK 我又 吸圖出來 大家會看一點 做一次實驗給你看 好 我就放在它旁邊轉 你會好看一點 也是一樣 用它的定義 就是 順時針方向轉 逆時針也無所謂 我用順時針方向轉 轉一周 看看它重疊多少次 首先我轉90度 未重疊 再轉90度 就是180度 整件事你會發現 畫得很壞 它就會重疊了 重疊第一次 再轉90度 即是270度 它就沒有重疊 再轉90度 轉90度 即是360度 再重疊 第二次 所以這個很明顯 是一個 二重旋轉的圖像 可以嗎? 所以它有 旋轉對稱的性質 所以正確答案 我都覺得是2-3 一那個都很明顯 是不是 那我就做一個實驗給你看 好嗎? 那我不如 畫個交叉在這個位置 讓你會好看一點 是不是? 好了 我又 copy 幅圖出來 好 讓我 copy 了它出來 好了 做個實驗給你看 我們不如就在這裡轉 好嗎? 如果我們轉的話 順時針方向轉 一樣 首先轉90度 沒有重疊 再轉90度 也沒有重疊 再轉第3次 也沒有重疊 直至再轉90度 好了 轉回來 喂 Mr.Wong 重疊了 是嗎? 重疊了一次 你想真點 重疊一次 算不算是旋轉對稱性質呢? 當然不算 原因就是 你什麼圖形都好 你轉一個圈360度 之後它都會重疊 是嗎? 所以重疊一次 就不算數 所以它是沒有 沒有旋轉對稱性質的 即是正確答案 都呼之欲出 正確答案當然是23 即是C OK? 行不行? 好了 我們查一查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